在冰天雪地中 身穿皮质大衣 骑着骏马 大约有50位的哈萨克族猎人 带着训练有素的猎鹰 进行一年一度的传统打猎技法展演 此时的新疆维吾尔族字之躯 一片雪白 厚达40公分的积雪 丝毫不影响猎人的音姿 一声召唤 猎鹰就会飞回主人的肩膀上 在主人的指挥下 猎鹰展翅 超猎物进攻 动作敏捷的兔子 也难掏猎鹰的利爪 现场约有一千人观赏 这难得一见的哈萨克传统猎人风采 全都大开眼界 嘖嘖春奇 这是我们哈萨克文化的传统 我希望哈萨克民族 保持这个文化继续发扬下去 我特别感动 特别高兴 在演练过打猎技法后 另外一项重要传统的展现 就是马拉雪橇的竞赛 用马拉的雪橇 是以游牧为主的哈萨克族 重要的运输方式 哈萨克族是哈萨克斯坦的主要族群 在中国蒙古国也有许多人口 全球总人口数约1660万 哈萨克人崇拜狼 行外婚制 规定同一个部落七代之内不可结婚 并且保持口述历史的史诗传统 记者独秘 林伯红编译 哈萨克斯坦的主要族群